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甲状螃蟹肿瘤超声引导下 微波视频笑容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于明安,中日友好医院 介入超声中心,副主任医师 这个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叫原发甲板抗 原发甲板抗的笑容治疗数前 一般不用特殊的准备准备 一般我们检查一下凝血功能 然后测一下甲状螃蟹激素 当然对于年龄很大的人 我们对身体基本情况 比如肝胜功,心电图,心脏这些功能 肺度功能进行检测 如果这些检查没有大的问题的情况下 那就可以进行笑容治疗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叫激发性甲板抗 激发甲板抗是肾功能衰竭 长期偷袭的患者 那么这部分患者一般情况是比较差的 体质是比较弱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应该进行详细的这种检查 除了进行常过的凝血,血肠规 包括心电图,肝胜功 这些检查之外 那么特别是在术前 透析患者在术前的一天 一定要做一次无干素的透析 换句话说 就是要术前一天 把他体内的那种过多的水分 把它排出来 排出来以后 对他的心肺功能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使他很顺利度过这个危守日期 专家提示 原发性甲状螃蟹功能抗进 术前需进行凝血功能 甲状螃蟹激素检查 交大年龄者需进行心电图 心脏功能 肺功能检查 激发性甲状螃蟹功能抗进 术前检查凝血 血肠规 心电图 另外 术前需进行无干素透析 将体内过多水分排出